打开中国电视史 中国电视 哎呦 绑架片 怎么说呢 因为社会建区复杂 所以一定会有社会案件 所以在各国电视上 都有警匪的剧集 这是观众所喜欢看 而且关注的 在中国电视史上 以前有几个警匪剧集 十分受到观众欢迎 而其中的绑架勒索 是比较明显的案例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电视史上的绑架片 不过我们是用 夸张喜剧的方式来演的 希望我们的人民保姆 我们的警察同仁呢 大家不要生气 我们开开玩笑 您辛苦了 请看 在中国电视史上 发生绑架案件的剧情 一定是这个样子安排的 居中这个小男孩 一定是个钥匙儿童 往往前看 光看你小孩子的身材 跟长相 就知道他家里 一定很有勇气 可就能养出 这么胖的小孩呢 然后小男孩回家之后呢 一定开到大门 看书 看漫画书 看了一半时候 绑匪就一定会进来了 在中国电视上演绑匪的 一定是身强力壮 长得像蓝波一样 可是这两个人 人的身材啊 就算了 就当时这个 鸡寒起道心吧 然后正当绑匪 要绑架的小孩子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说这种 说 是为了怕被认出来的话呢 是所以说是 我们是要 要易容 好 易容 怎么易容呢 有一块玻璃丝袜 说他们比较简单 涂两个黑眼圈就好了 您看 哎呦 跟熊帽一样的 好的 当然剧情的发展呢 一定会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就开始 要把小男孩给拉出去了 好 赶快 要抢小男孩了 怎么会拉不动呢 小男孩太壮了 哎呦 怎么会这样子呢 太棒了 太正了 可是这个情况之下呢 好 这时候 他必须要讲一句话 他说 是为了配合剧情需要 是麻烦你站起来 是跟我们一起 好 那请配合一下 剧情需要 好 这就是拉拉车 扯到了外面 在这种剧情发展情况之下 小男孩的爸妈下班之后 哎呦 一发觉 家里的门是开的 您看看 屋子里边翻得东倒西歪 就一定会知道 他们的心肝小宝贝 被绑架 哎呦 被打架了 您看看 这个时候呢 电视剧里的妈妈一定会嚎啕大哭 妈 好 然后这个时候 男人的智慧发挥了 冷静的一定是爸爸 他一定会报警 报警 你在干什么 报警 电话报警 哎呀 这个时候呢 还是妈妈比较冷静 打电话 打几号呢 104 快点 104 你也查好台呀 打10吧 赶快打 好 这个时候在中国电视上警察 我们的效率一定是十分惊人的 你看 电话还没挂上 警察就上门了 你看看多气质啊 多棒啊 你看看 你干什么啊 你是谁啊 干什么啊 人家是受害人啊 好了 这时候探长已经叫大家骚哀物肇 然后问些问题 他说 小孩在哪里 呜 拜托 人家父母知道了 还不用报警吗 再问 歹徒叫什么名字 什么问题啊 哎呀 再问再问再问 歹徒住哪里 哎呦 再问再问 歹徒什么证之号几号 别问了 当然这是夸张式喜剧 咱们现实生活里面的警察 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 一定很有效率的问问题 您说对不对 对 不能闹 不要闹 不要开玩笑 对不对 是的 很好 谢谢各位 您吓我一声冷汗 好了 咱们继续演下去 探长这时候 一定会安慰家属说 你放心 我们有性情破坏 谢谢 只要小孩不死的话 天哪 你看妈妈又太伤心了 正当警方在搜寻的时候 这时候歹徒一定会打电话来勒索 电话铃响了 您听 好 这时候呢 一定会要检查电话 大家要同步接电话 你看紧张了 急了 一起接 一起接 好了 拿起来吧 好 这时候话筒那边传来歹徒的声音 歹徒说 杨大太 是 是你的孩子是在我这边 是你赶快把图款式带来 是我快受不了了 你看完小孩也太平了 快受不了了 好 这时候呢 探长一方面会要求家长 你赶快拖延时间 我们这个通人会马上检查电话 你检查电话 好 现在发电话 看哪一台 现在那个海洋人会 很好看 天哪 其实程雁雁也不错了 还有那个 蔡英雁也蛮好看的 这样子拖延时间 你知道吗 现在百货公司 在打五个那么 去买衣服吧 对啊 就在这时候拖延的情况之下 他的属下正在检查电话 然后看时间差不多了 探长就问那个属下了 说 查出什么了 你查出什么了 探长 电话是日本进口的 天哪 什么话 有这种属下 太笨了 快自杀了 探长 给他抢下来 抢下来 探长说没有关系 大家不要紧张 就是探长一定会说 他一定不会让家属给钱 家属呢 一定会坚持给钱 大家就拉拉扯扯 拉拉扯扯 最后呢 探长抖却了 好 好好 给钱 但在交钱俗人的时候 一并抓人 就在这个时候 大家坐在客厅里面 等待抬徒 进一步通知交款的线索 有些歹徒是用电话 有些歹徒是用信件 但是这个歹徒会用什么呢 您看 他进来了 这很多 画个白脸 他为什么这样子呢 他不说话 不说话 他不说一句话 不说话 不说话 他就是不说话 我想起来了 他为什么不说话 他化妆一个墨具的样子 他要表演墨具 笔手画就让你们猜线索 你看 开始猜了 第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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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 撑 OK 捐 探长没猜到 下OMAN 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 你看看 探长活了 第二个 第二个 装 第二个字 第二个 干脆走过去把枪一指 他说 你都没有让我猜对半个字 你根本要刷的 然后你说吧 赶快说吧 是钱是放在箱子里面 是在废弃的木屋里面 是交人 哎呦 终于说下了 把权放在箱子里面 在废弃的木屋里面交人 哎呦 探长终于查出来了 可是探长这时候 叫大家三奥入罩 他说没有关系 我一边交款的时候 来抓人 怎么抓人 当然有点部署 第一个部署的就是 我也不打草精神 我们易容 要易容 为什么要易容呢 他傻瓜 我们聪明了 他傻瓜 你聪明了 真棒 你看剧情继续发展下去 在中国电视上 房屋匪吃的已经是 营养口粮 喝的已经是冰啤酒 这不知道谁规定的 正当歹徒等了家属 不输款的时候 化过妆 易容的探员 一定会扮成小贩 先来刺探歹徒的情况 容易疑我 不是 我以易容 哎呦 真的 我都看不出来是你了 探长 变动变动 变动了 变动变动变动 变动变动 国相 一包咖 就倒掉变动变动了 国相 好 接受 小骂脏的探员 也进来 这是郭清发吧 小骂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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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看 然后接受 卖衣服的探员 也进来 变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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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動变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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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真的是很有点奇怪 是为什么我这个荒郊野外 是突然是变成龙山寺的夜市 对呀 怎么会突然变成夜市了呢 真奇怪 好 就在这时候 孩子的爸爸妈妈出面交书款了 你看看 又还挺合约的 这还点太重了 好 正当歹徒接过书款的时候 这个探长一定会带人冲了进来 你看 不要动 不要动 人脏巨祸了 你看 哎呀 金飞绑架案的最后一定是邪不胜证 探长押解犯人回警察局交差 然后爸爸妈妈开心地接回小儿子了 带 带 走 带走了 以上就是中国电视史上的绑架案 虽然我们用喜剧的方式表现 但是我们多希望这个社会上 没有绑架案件的发生 而且说起来 我们多希望在不久将来 金飞剧集真的变成了喜剧 因为那个时候 社会上已经没有暴力事件了 您说是吧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一个理由 人哪 只能活一次 有钱没钱都好过年嘛 为什么要为钱去犯案害人呢 那多划不来呀 这个人怎么那么爱演呢 还在演吗 可以了 各位观众 咱们明天见了